我们都期待着2044 在那个前后 说东方要迎来此为圣人 以及不同的地方 说弥勒等佛陀 这些就是我们 圣人所在的一个背景之下 什么背景呢 火天大友 这个我们如果是拿 阳窑向上45度 阴窑向下45度 把64挂的虚挂转 首尾顺次递接 那这个火天大友 就是最高顶端的这个挂 而最高顶端的就是 四窑跟六窑 因为这个是降下来了吗 我们就解读一下 首先挂词 圆亨 我们会想到前挂 圆亨立真 他没有立真 可见他是比较短暂 但是 他是 看上面一个太阳 下面天空 我们想到一个词 如日中天 那正午的太阳 光芒刺射 普照万物 那非常辉煌的意思 那 就说出酒 无交害 匪救 钱都不救 就是 没有 跟不好的 产生交集 没有什么害处 也 自然就 没有 祸端 他是在这个形式背景之下的 但是 终有一天 甚至万千 会有变化 那你怎么样呢 尖则无救 保持这个初心 才可以 这个初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 他不露头 我们通常都会忽视 说大车一载 九二 悠悠网无救 这个大车 他跟 二五一相应 跟这个君王之位 刚好拖着他 拽着他 向上 虽然他应该是阴 但是他阳 同样好 没有 祸端 那无救就是 最平和 最稳定的一个状态 公用小于天子 小人复刻 这个三遥啊 就像下挂的一个君王 你看他的护挂 也是钱 下护挂也是钱 不看这两个 那就说他 就像一个地方的 长官一样 其实他还没有到头 他至上还有 所以呢 他就仿佛天子一样 如果这个人是小人 那就不好 天子该用的祭品 该用的供奉 为他所用 那就不好 那君子就急 就乘上几下嘛 那君子就 把自己所不应该有的 就分给上面 那匪齐彭无救 不要太过于扩张了 那这属于进尘的 君王的进尘 那也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他很阳啊 那就不一定了 看你怎么把握运用了 说六五 绝福娇如 威如吉 这不弄而威啊 这是君王之位 这个大象 就好像 白官朝贺 这个君王 而这个君王呢 就享受其位 阴嘛 他好像什么都不做 无为一样 就想到了 钱挂 这个用酒 叫群 龙武手 反而急 那别人都做得很好 他不做 他反而享受君子的待遇 君王的待遇 那可见多好 自天幼稚 即无力 天助资助者 是这个意思 这是精神的圣事